这个变三百 赤竹商品一看过去 有好多样老板娘开心分享 像是墨鱼敲起来声音清脆响亮 还有响板等等都很特别 高雄钢山特定的兰卓会 一年只举办三次 不少人都来寻报 三次也有了嘛 比较传统的农具啊 这个我们现在比较没有 没有很久了 刚好她在想说要了 就买藤椅啊 高雄钢山的兰卓会 至今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 以前所贩卖的物品 多为牛汁或是竹纸 竹框等农业用具 称作罗筐会 2012年才正名为蓝酌会 但手工品越来越稀少 因为做工繁杂 像是这一摊手工的赤竹椅 老板娘说老公过世之后 手艺没有人要接 所以商品卖完就没了 差不多五十几 七点一啊 高大七点一啊 三十几岁多了 现在已经九十几了 小孩子不学这个啊 我觉得很可惜啊 因为就结反了 而另一摊的老板也说 自己自学多年手艺 但现在很少年轻人想要接棒 四十几年了吧 没有啊 没人接就不要做啦 钢山蓝酌会 每年分别会在农历的 三月二十三号妈祖生日 八月十四号中秋节前夕 以及九月十五号 艺民爷生日举办 都有特殊意义 具有乡土色彩的民俗市集活动 如今越来越多新摊商加入 越来越多元 有吃的 有喝的 还能玩游戏 像是期间限定的热闹夜市 也成了另一般的新风味 近新闻杨树 陈珊珊在逢宝岛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